Yen剛才有一句簡直很震撼我的心靈 男士不可以純粹吃惡玩樂 都要有麵包 麵包就是要工作 其實我知道張先生是香港內地青年義工交流協會大灣區的主席 其實大灣區有什麼政策 可以協助到或者幫助我們香港年青的人 可以在上面既製老業又可以創老業 大灣區政策應該在三年前 在內地已經開始實施 內地的方向想把內地和香港是正體化 無論在商業配對或者交通方面 我在內地有從事業務方面 看得到有不同的內地支援 給予一些創業或者想上來的商業 有很多不同的因爲 尤其是政策在九嘉義大灣那裡 開始多了人上去內地去工作 另外同一方面多了上來的創業 而多了很多人去置業 在事故方面 在內地和香港的樓價當然相對 非常遠 提醒大家已經講過了 以我的看法來說 內地的樓價應該日前出穩定 可能會慢慢慢慢上去 因應鐵路、路面各類的東西 一路一路來自 一路來自開放 如果那些內地和網友 一定會那麼多